KTV保祥內 兩名少女操得不可開交 灰色上衣的女生被大家控制 要她站在螢幕前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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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見她害怕得捂住臉頰 下一秒 當場被好幾名友人 拿冷水壺潑了滿身的水 寒冷的冬天全身濕透 只見在場其他人 卻冷眼旁觀 被霸凌的女國中生 遭多人拳打腳踢 整群少年在裝若無其事的 從包廂內離開 這群少年全部都在網路上認識 來自不同學校 案發當下他們準備前往下個地方 警方也立刻到捷運站 將7人帶回偵辦 事發在新北永和 動手的少女和被害人 為了感情針鋒吃醋 教唆朋友幫忙 7人霸凌一名女國中生 本分局立即調查相關人員身份 並於三小時內 將7名涉案人通知到案調查 動手的少女被帶上警車後 甚至還囂張拍照打卡 IG上更自稱自己是強制販賣店 教育局回應回憶規定 約束偏差行為 只是少年霸凌事件接連傳出 加強法治教育同時 恐怕也得拿出相關對策 三選王宜萱 陳土魯水本